什么是关节炎 本资料介绍了关于关节炎的基本知识 可以帮助您判断是否患上了这些疾病 关节炎的含义是什么 关节炎是涉及关节的一类病变的统称 关节炎可能影响关节的许多不同部位 而且全身几乎每个关节都可能受到影响 关节炎有不同的种类 关节炎有一百多种形式 各种关节炎对整个人体和各个关节有不同的影响 某些关节炎甚至可以涉及身体的其他部位 比如眼睛 最常见的关节炎形式有骨关节炎 类风湿关节炎 痛风 什么人容易得关节炎呢 任何人都有可能得到关节炎 包括儿童和年轻人 在澳洲有将近五分之一的人患有关节炎 许多人认为关节炎是人类衰老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关节炎可能影响来自于不同背景 年龄和生活习惯的人群 关节炎有什么症状呢 关节炎对人体的影响有许多不同的方式 最常见的症状包括疼痛 关节僵硬或者关节活动受限 关节肿大 关节发红发热 以及普通症状 比如疲劳 体重减轻或者感觉不适 如果您有关节炎的炎症 就应该尽快去看医生 本资料已经包括在南澳关节炎防治机构出版的 什么是关节炎小册子中 如您需要什么是关节炎的全文 请与南澳关节炎防治机构联系 请拨打1800-011-041 或者访问 www.arthritis-australian.com.au